今天一名中国男子 他在福州上船 搭着子母船 在海峡中线的时候 他居然换了 从大船换成小船 搭着这个小艇之后 他居然直奔台湾而来 在进到我们的带水河口 在渔人码头被抓到 这个时间跟这个地点 都非常的值得注意 因为今天是我们的 端午节廉价的第三天 也就是按照现在的轮休 可能是我们海防 这个人力最吃紧的时候 你选择这个时候 进到了带水河口 你是不是要测试 台湾现在在廉价之后 我们的海防防御能力 更不用讲的 你今天直冲淡水河口而来 我们知道淡水河口 是整个台湾防御里面的 重征重征重 如果你今天可以直冲淡水河口 你可以占领淡水河口 你大概半个小时 你就可以冲到总统府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进行载手行动 这个对台湾来讲 是非常严重的打击 所以在我们的防御域计划里面 淡水河口 我们在海陆空三个地方 我们都有非常绵密的一个防御 甚至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们会铁锁横江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们连周边的高压电塔 连桥我们都要给炸断 要阻绝中共的入侵 也就是说 这么重要的地方 这么特别的时刻 有一个中国男子特别跑乖 他怎么可能是意外 现在难道 中国要进行这样的探测吗 难道现在中国 有什么特别的意图吗 我们今天请到了五位来宾 第二大方首席的 康运大学副校长 马欣勉 欣勉 欣勉 大家好 第二位是资产品体员张雨萱 大家好 第三位是财经专家李国珍 大家好 第四位是资产品体员李宇峰 大家好 第二位是资产品专家李廷辉 大家好 雨萱 刚刚讲了 一名你算是中国的偷渡客也好 你今天中国的间谍也好 他从福州上船 福州上船了以后 在海峡中线大船换小船 然后直奔成我们在淡水河口 刚刚讲这个时间非常诡异 在我们的廉价第三天 第二个人讲的 你进到了淡水河口 淡水河口是我们的重中自重 淡水河口是我们的台湾的天下第一关 所以每次在韩广演习的时候 我们的淡水河口 都是我们最重要的演习地点 还不止如此 刚刚讲 从山枝 巴黎 淡水 这里还有个官渡指挥师 官渡指挥师是我们的天下第一次 层层包围 这个地方是我们借备最深夜的地方 这个地方也是中国最想了解 这个地方的真实状况是如何 结果你在我们的廉价第三天就跑来了 对 巴黎 淡水河口这边 你知道距离我们总统府 大概距离多长而已吗 多长 22公里而已 才22公里 巴黎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暂时的时候 用时数八九十公里来计算 你知道几分钟就可以杀到我们的大脑吗 几分钟 15分钟就可以杀到 所以当大家要从城贺阻 就好好去防务 再第二个 你刚才讲了一个重点 巴黎 说时间点很怪 为什么 因为廉价的第三天的时候 通常这是我们属于海防 因为我过去是担任海巡署的 你是海巡署的牌照 副所长 然后我知道说我们排架的时候 第三天廉价呢 为了要体恤官兵 所以绝对是防守最空洞的时候 所以你看他选在这个地点 选在这个时间点 突然间跟你讲 六公里 这个六海里的地方 有一艘小船 然后飘着飘着 跑到了渔人码头 各位他是在渔人码头这个位置 就已经被挡下了 但你说这有可能是巧合吗 当然不是巧合吗 他不是巧合 当然不是 但我听说 他想开学什么 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少的戒备 他这些戒备 如果被他知道了 会有多严重 当然是要测试你的海防 实际为什么我们讲 我来一个系数给你听 各位最近你可能不知道 淡水河口 因为大家知道 共激老台 共建平平越中线 所以我们的各个营群 都在做一件事情 扩建 扩建 再扩建 比如说我们就讲 以这个三支的海峰大队好了 海峰大队呢 它属于这种暗季巡防的 暗季巡防 它现在在弄什么 不好意思哦 把熊二熊三的发射车呢 原本它都是移动 对不对 它设置了大量的这种发射车 这种发射场 以及阵地 也就是说 我先把这些地画出来之后 扩建之后 让以后只要一旦有任何的来犯者 我立刻可以把发射车 移动到这些发射场 来作为防守 不管你是公三 不管你是爱三 通通都可以做防守使用 所以说台湾最神秘的海峰部队 现在在三支这个地方 我们有它的所谓的 机动车的驻地 有这个机动车的发射场 老婆我们看就在这个位置 等于说我们的飞弹基地就在这里 对吧 这可以堪称是什么 陆海空大集结 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是防海 对不对 但另外这边是不是有天空三行 这个是我们讲 飞弹防御连的第六连 它也在扩建 为什么 对上面的飞机 这边我可以对着海口打 这边我可以对着飞机打 那你说 雨萱那陆军呢 当然有 就是我们这个官子部 最近官子部陆续传出的消息 他们在干嘛 大量的侦射掩体 以及大量的侦射 所有的战车的停留地 什么意思 他比如说他侦射了沿岸之后 他就可以让更多的战车 进出到这边 甚至这些沿岸可以放机枪排击 所以等于是他把这个沿线 布置成陆海空三军的天罗地网 你飞机想来我也打掉 你陆军 海军陆战队想要登陆 我也把你打掉 你如果舰艇两栖登陆舰 想来 我通通让你防的滴水不漏 所以你说这个地方 是台湾防御的重中之重 这个地方是台湾的天下地管 所以这个地方 他的防御设备 他的到底防御的能力 是老公最想知道的 当然而且各位你看看 我们之前是不是讲 无人机老台 那个小case 因为今天当这个舰艇来之后 他会发现一件事情 第一个 比如说我在遛海里的地方 你到底多久的时间 可以侦测到我在 你有没有在监控 我再第二个 我可以深入到你多深入的位置 因为讲白了 未来如果他们要派两栖登陆舰 派这种我们讲的浮艇 他是不是都是用海军陆战队 觉得是用摸的嘛 所以他用这种方式 可以去测试说 你的防御能力 跟我可以深入到的位置 但所幸我们这次国军 表现得很好 为什么 因为海军署 其实他们说 我们在这个外围的时候 早就已经深入到他 所以才会强制 把他带到所谓的 渔人码头这个地方 因为各位 你可能不知道 渔人码头 至于关渡大桥 其实还有至少 八公里以上的距离 所以来讲 算是防范的非常早 好 那刚刚讲的 这个地方 因为是我们的重中制造 而且美国现在对我们台湾 刚刚讲 对台湾的安全 美国越来越重要了 所以刚刚讲 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M1A2 买了这个重型机车 我们之前做的 所谓的演习 它就是要不防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只要敢 等一个轻败的话 我会在这个地方防御 还有过去 我们的汉光演习 层层防护 我们的汉光演习 做了刚刚讲的 我们的布雷设施 我们的铁索横江 所有的作为 这里都是第一关 对保陵哥没有说 你也想说 安宇轩为什么 我们要买一堆坦克车 放在海边 各位那代表你不了解 所谓的台湾的战略思维 我们一直在讲一句话 叫做摊案兼敌 摊案兼敌 为什么要摊案兼敌 因为解放军在登陆的时候 他在摊案的时候 保险是最脆弱的 你知道为什么脆弱吗 因为的确 他舰艇可以来 两级登陆舰艇可以来 但请问一下 他人员要不要整备 这个叫做行政整备 比如说他要花大量的时间 去边转我的人员 然后甚至找到我的停留地 所以我们只要在这个时间 把他殲灭掉 是最有效益的 但以前 你说兼敌与摊头 就这么来的 当然 因为这是我们台湾 最有战力的一个战场 那你说以前用的是什么 以前是用CN11 就是说蒙虎战车 包括云豹甲车 都是在3234型的都有 但这些型号 因为它毕竟过于老旧 所以我们这时候讲说 美军我们需要一个 最新型的能够摊案兼敌 力气 这时候才会有这个N1A2 而且我们还不是买一般型号 我们是买N1A2X 换言之它的火力比 所以我们讲CN11 甚至比N60这些坦克 都还要来更上力 之前我们在买这个N1A2的时候 大家讲在我们的平原这么小 我们台湾是多塞 你买这个N1A2干什么 就搞了半天 我们的N1A2就是不守在海岸旁边 你只要登陆 你只要上岸 你只要做两栖 它就是最好的防御设备 而且它是机动的 它是动态机动 而且是快速打击 对 没有错 而且不只是这样 我们刚才讲的是机动移动的部分 但是雨萱 但是固定的有没有 当然也有 这是什么 我们国家中科院自己研发出来的 我们讲这个叫自动化防御武器系统 所以雨萱这有什么用 各位电脑会惊人哦 什么意思 它是自己辨识 换言之它原本这两个叫什么 T75机炮 T75机炮大家都有听过 但是它设置了两个T75机炮的时候 它用所谓的光电指挥 以这个knowhow去来了 在哪里 它可以自动识别 比如说这边有敌人 这边有动态 这边有侦测 然后电脑会自动把它 比如说有人进入到我们的范围之内 辨识之后不是友军 他就传出警讯 警讯之后呢 他把它传到哪里 传回去指挥台 指挥台呢就是在地下碉堡里面 不是在路面上 地下碉堡里面的指挥台呢 他就可以决定说 要不要启动这个 我们的自动防御武器系统 因为我们这个岸边有这种无人机枪 对 没有错 而且最近的增设的非常多 因为我们国军的大量的采购 是从108年之后才开始采购 保雷哥你知道这整个目的是什么吗 其实就是要建构一个叫做交叉火网的东西 你想想看哦 当你今天是解放军 你即将登陆的时候 你得要过五关斩六将 首先你前面迎面而来的 就是一整排的削波块 对不对 等你削波块过完的时候 因为大型机具没有办法过去嘛 还有什么你放人员 海军陆战队徒步前进 不好意思 有刘智王 甚至有战壕沟 而战壕沟里面呢 都会有炮火猛击 甚至是就算你强行突入 因为我们等于是说 比如说这整条都封锁了嘛 他会引导他们的两栖登陆舰 往这个方向前进 不好意思你以为是天堂 结果没有想到是天堂路 你说我的机枪就在这里 对没有错 各位我们刚才讲的这些 行经所有的过程当中呢 除了他遇到什么电线杆啊 重火区啊 沙暴冲冲阻碍 不好意思 这边机枪也在给你打 这边云爆甲车也在给你打 这边N60也在给你打 这边CN11也在给你打 来我们讲了 N1A2这边也在给你打 然后这边还有什么 防空系统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建设的 绵密的交叉火网 让你等到就算上岸了 你最后也可能变成一台废电 好我们看到 这个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视图就是 这是我们的一个指挥中心 这是我们的一个雷达网 我们在雷达网后面 我们这边后面有火箭 有火箭的设备之后 我们前面刚刚讲的 每一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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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这个20厘米的 这个所谓的自动机枪 自动机枪刚刚讲的 我可以点对点对点 直打 而且如果是这个距离的话 我还形成交叉火网 对吧 最可怕的是 我们刚才讲到的 不管是刚刚我们讲 这个自动防御武器系统 机炮 又或者是云爆甲车 在上面锁张载机枪 又或者N1A的武器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重点 它的口径大小都不一样 射程范围也不一样 甚至是它的高低落差 也都不一样 所以变的是整个地面 包括沿海区域 你只要越雷池一步 各位不要忘了 还有什么 好有布雷 海滩滩岸也是可以布雷的 但你空中想要活力掩护 也没办法 为什么 一堆工山爱国者 甚至防空飞在系统 坐在那边等着 就是要把整个天下第一关 打造成铜墙铁壁 而且如果真的 你今天真的上了淡水河了 我们最后还有一个 终绝大杀招 什么大杀招 第一个 我们干脆把关渡大桥给炸了 我不太把关渡大桥给炸了 我旁边的高压电塔 我也全部炸了 我就要持续对方的攻击 对 宝贵哥 你刚刚以为说 哎呀我们之路 那是不是摊案被敌人攻陷了 等于我们玩完了 没有 淡水河才是苦难的开始 解放军苦难开始 为什么 等到你走路到淡水的时候 你会发现第一个 离关度大小还有一段距离 而且沿线会布置什么 大量的流刺网 甚至浮船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水雷 有没有 河口全部都放置水雷 所以你会遭遇到无数的打击 所以有时候你可能看着 怎么又一个汽油桶飘过来 不好意思 那也是陷阱 汽油桶 那是汽油 里面有汽油 对 他有引爆 他就在等你来 反正就是恶心你 让你根本没办法越过雷池步 但是他们如果都过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还有终极杀手线 是不是淡水河口沿岸 淡水河沿岸 有很多的高压电台 包里哥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 把炸了 把高压电台炸了 两台高压电台炸了 请问变成什么 阻拦了 直接变成阻拦 那阻拦之后呢 完全拖延的时间 反正呢 就是千万百计 绝对不会让你碰到 首都一根寒帽 好 谢谢 你是两两六十出来的 两两六十是过去的 关度师天下敌师 过去我们从以前到现在 关度师天下敌师 淡水河口就是我们防御的重中之重 之前 蒋仲林在担任六军团司令的时候 他曾经讲过一个 在现在 你只要在这个地方当兵 你只要在这个所谓的关度师当兵 你都听过一句话 人可以死蛋 关 淡水河不能丢 对 好 我在两两位是参长办公室 淡水河的作战计划 就在我办公室的保险箱里面 我要跟大家讲 蒋仲林来听 我们这个四天的师指挥舞的演习 我是翻那个 那个自卫阵阶 翻完蒋仲林就讲了一句话 人可以死 天下第一关 不可以丢 淡水河不能丢 对 好 我们四天的师指挥舞演习 我都参与了 八成都在想 怎么防水 淡水河口 一成在防守 基隆河 基隆河它是唯一可以到 恒山指挥所的 基隆河到恒山指挥所 因为恒山指挥所攻不破 因为它是背面 攻不破 进不去 只有一个可能 走基隆河突袭 所以这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阳津公路 一成讲这个 淡水河绝对绝对不能撕 你刚刚讲了 它到总农府 22公里 刚刚你讲交叉火网 露了两个字 就在你国际作战机构 叫做多层交叉火网 多重交叉火网 多层 一层一层的 多层交叉火网 战车 破机炮 这个飞弹 什么都把你弄住了 所以淡水河 你要进来 非常难 另外跟你讲 除了66旅之外 还有一个269旅 现在是两个旅 是台湾北部 最重要的双起脚 在那边收到 你说一件是 海军陆战队的66旅 还有一个是 陆军的269旅 269旅是 机动作战旅 它以前叫雄狮部队 雄狮部队 它机动 所以机械 所以所有机械 好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现在台湾整个作战 第一个 要守淡水河 第二个 要守台北港 松山机场 跟桃园机场 这三个 你空降 兵进来 我就完了 第三个 要守两个沙滩 台湾的淡水河旁边 有两个沙滩 绝对不能撕 一个是 诸维北梯沙滩 诸维北梯 好多好美 好多东西北梯沙滩 我告诉你 只要北梯沙滩 一被占了 弄淡水河 会被控制 台北港会被控制 对 好 第二个 诸维沙滩 诸维沙滩就归269旅馆 诸维沙滩重要是什么 你攻占诸维沙滩 瞬间 就到桃圆平成机场 就到桃圆机场 那你占据桃圆机场 那个空运部队 滚滚而来 所以它是一层一层的 还有我刚刚讲 多层是什么意思 多层 各位 我告诉各位 我们的阿帕基直人机已经受训练 但你和我一进来 我阿帕基直人机就上面去打你 我跟大家讲 我们最近秘密训练 老共在这里建了好几个新的直人机机场 新的直人机场 你的淡水河口 你的台北港 因此我们就用黑鹰直人机 故意从这边飞过来 我阿帕基 我飞弹 全部去演练 空中拦截 就多层交叉火网中 最重要一个 我空中就把人打下来 所以各位要知道 这次淡水河这样进来 不管是投奔自由 或是来设施子母船 因为你的船要直接来 虽然是三个小时 太长 最害怕的就是子母船 所以这一次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好 因为刚刚讲的 今天看到了这个所谓 人家就来这个子母船 进到了我们的淡水河口 你说这个东西 大概是恐吓的味道 作秀的味道比较重 真的你像讲 你们像在研究这种国防安全的 真的研究战略的 这两天其实最恐怖的 是华航的那件事情 华航竟然把 蔡英文总统 蔡英文前总统 你这颁表都弄出来了 这个太可怕了 也就是说 华航现在到底有多少倍渗透 而且你形容这个渗透 根本就像癌细胞 这才是最恐怖的事情 对 我们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要整个全面来看这个东西 你知道 赖清德讲完520就职演说之后 中共不是做2024A的联合利剑演习吗 对 那2024A 现在B还没有出现 不过现在他正在做一件事情 就所谓在B的演习之前 有一些什么预谋的东西 我刚查了一下 这一位软性的这个所谓的偷渡客 他是从林德出来的 林德 就福州的上面一点点 林德 后来我查一下 最近这几年 中共在林德的大兴土木 包含他殲11 苏30 苏27 都全面进驻在林德的水门机场 你说那边一个军事重镇 对 那如果从那边飞出来的话 直接到我们总统府这边来讲的话 大概是5到10分钟就到了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他这个人可能是哨兵 先通常来这个刺探军情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我会比较怀疑 就是说因为林德他非常特殊 他是很多的解放军的军事基地的所在地 他反倒不是在福州这种所谓的大城市里面 反倒是在这个所谓偏僻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是不是他是刻意的派这些人出来 刻意在骚扰 以及在刺探我们所有的军情 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防范的 那同时间呢 但我要报解一件事情 那这个人现在已经送到检察官 这个人看来已经收押件件 我可以把他关起来吗 当然目前是可以暂时把他关起来 因为我们涉及到刺探 比如说军事机密 或者是因为你是偷渡 或者是因为什么样的理由 我们不管什么样的理由 要把他问清楚 到底他来的目的是什么 再来一件事情就是说 最近刚刚你提到了 华航的这个事情 这不得了的事情 因为本来是鲁继贤这个案子 是一个扯铃教练 对啊 你怎么是一个扯铃教练 怎么搞到跟我们所有军事部门 能够搭上线 然后跟我们的华航也可以搭上线 原来他是用线上游戏 然后跟所有这些搭上线之后 一个一个套招 你知道他总共目前来讲的话 查出来拿了中共 570万台币左右的东西 然后再分给这些 重点是什么东西 重点是我们蔡英文出访的时候 华航内部竟然有人 把这个资料是给他 然后送到中国大陆去 那也就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所有总统在海外的行程 哪一个据点 哪一个时间点 要降落在哪里 哪一个时间点 要做什么事情 全部都摊在北京的眼界之下 那本来应该是最高机密吗 对本来就是最高机密 这总统出访就是最高机密 那如果说我们 如果说今天总统出国 你所有的行程 都被人家事先知道 那我要在国外进行 斩首行动 不就很容易了吗 是的 就是斩首行动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这件事情 这是难道是个案吗 还是通案 你想想看 如果说他这一个扯铃教练 就是单一可以去 这个所谓的 拉出了这个华航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调度员的话 那如果他 其他的华航的成员呢 还有别人吗 还有其他的 因为我们知道说这种 就是像一个癌细胞扩散之后 有些癌细胞 它已经进入到某些地方去 你无法察觉你知道吗 那接下来我们赖兴德 总统要不要出访 要出访啊 那出访的时候会不会坐华航 那他在说华航的 这个行程 会不会用一样的如法炮制 被送到北京去一份 那如果对北京 对赖兴德那么的有意见的话 那是不是 有可能有斩首行动的出现 那华航在干什么 你华航的内空到底在搞什么 是吧 所以我们就说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你看从现在海防的部分 再从所谓的我们在打入到内部 有关各个机构 包含陆海空军 还有华航 还有海巡等等单位 我们可以了解到 中共他的所谓的渗透 是无所不入的 那既然是无所不入的话 我们为什么没有一些保防机制 或是保防的这个概念呢 所以我们认为 这个其实 中共他现在已经开始在进行 进行一波的对台湾的 这个所谓的渗透了 渗透之外呢 还做所谓的压力测试 所谓的压力测试 你看到这一次来讲 他刻意用短午假节的 这样的一个连续假期的时间 刚好第三天 对 刚好第三天 刚好就是大家 士官兵放假的时间点的一个空气 准备地补的一个时间点 这时候他来做这种压力测试来讲的话 试探你的海防能力到底怎么样 步步进逼 然后来这个所谓进行斩首的作业 好 我在该讲的 美国当局现在对于台湾的安全 也越来越重视 因为台湾的利益 现在已经变成了 美国的一个核心利益 所以最近 你们商业周刊 这个商周曾经做了一个报道 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公司 他这个神秘的公司 是电信公司 他跟美国的国防部 跟美国的五角大厦 跟他的这个所谓的国安单位 非常密切 他现在要来台湾了 他现在也等于说 要来开始 介入台湾的资讯安全市场 对 美国防卫台湾 已经到了资讯站跟嗨客站了 这家公司很奇怪 电信其实是一个特许市场 没有对外开放 一个标案都要上千亿 怎么会将美国公司跑过来说 我要提供电信5G的服务 怎么可能 台湾怎么会允许 一家美国公司来给你电信 而且他标榜什么 要守住资安 不会把资料外泄 而且是有营业秘密的 台湾半导体工程的高层 将是他的首部目标 就是他主要客举 就是让台湾这些半导体的业者 不会把资料泄密出去 所以你说 现在有一家美国公司 他跟五角大厂 跟美国国安单位的关系非常好 他来到台湾以后 他不相信台湾三大电信公司 就你的三大电信公司 可能把资料给外泄 现在 他们要来把这个漏洞给堵住 对 你仔细查 这家叫CAP的电信公司的背景之后 你就会吓一跳了 这是怎么样的公司 其实他的创办团队 来自帕兰泰尔 曾经协助美军击毙过 宾拉登当初的大数据跟定位分析 就是这家公司算出来了 那时候市值200亿美金 现在市值是500亿美金 专门在替美国五角大厦 提供资安跟全球定位的服务 所以当时要追杀宾拉登 干嘛找不到这个理由 找不到他人 是透过这家公司用大数据 才找到他在巴基斯坦的 他迟时监控盖达组织 跟宾拉登的行踪 最后定位资料 是他算出来的 所以这家公司在美国挂牌 市值非常高 创办团队出来开这家电信公司 也很奇特 他这个最新的标案是什么 在关岛 接到关岛的军事网路的订单 他要强化关岛的军事网路 而且他到台湾之外 老婆看这家图非常有意思是 他不只是来台湾 他接下来去日本 接下来去菲律宾 等于是在第一岛链 三个最重要的国家 他全部都要去了 对 而且为什么要强化军事网路 强化美国的网路系统 是因为去年五月的时候 那件事情他发现 美国关岛的网路系统 既然非常的脆弱 微软跟美国军方都发现 中国发生攻击的话 关岛的网路可能随时都会被弹弯掉 而且微软已经把 这个海格组织定义叫 福特台风公司 它已经透过小型的家庭网路 跟一些路由器 其实可以入侵 美国军方的军事网路系统 所以这家CAP公司 就会接到这个订单 要强化美国关岛军事网路 接下来台湾 接下来日本 接下来菲律宾 而且美国军方还发现 其实中国骇客 像福特台风这样的组织 已经入侵了台湾 一些基础设施 其实它随时有能力 去破坏台湾的电力设备 这是美国国文部官员 他其实透过这件事情 也发现这样的观察 讲到以前俄罗斯对付乌克兰的时候 他们一开始就讲 我把你的电网给断了 我把你的通讯网给断了 甚至我让你的ATM也等于说 钞票也不能理出来 我造成你的社会大乱 结果当时本来以为俄罗斯讲 我以前这样搞你都成功啊 我入侵乌克兰是 我再做一遍 没有办法成功 是因为微软已经进去了 微软已经把这个bug都已经拿掉了 现在 现在被怀疑说 中国对台湾就像当年俄罗斯 对乌克兰一样 也放了很多bug在里面 所以CAP的公司最重要的任务 就跑来台湾 做所谓的电讯服务公司 就是要协助台湾强化资讯站 网络站 而且第一个目标 就是台湾这些半导体业者 其实台湾已经成为 它资讯防卫站的一环了 而且这个公司有多厉害 之前中国 它有一个驱逐舰在南海消失 大海茫茫 怎么可能找到这辆船 就没有想让他们透过大数据 他不但是透过大数据 找到这辆船 而且他还告诉你说 你现在到底要用飞机 你到底要用船舶 你要用什么方式接近 你的效能最高 对 资讯站真的每天都在打 而且很多事情 是我们大家没有想到的 这也是这家公司 为什么来台湾开公司的原因 它的母公司 帕兰泰伦公司 其实它就公布这段影像 它可以时刻监测 中共军舰的方向 像这艘军舰是从 三亚港海南岛 三亚港出发的时候 它被推测出来 它的路径可能是往这个地方 台湾的南部 所以它马上调用军事卫星 因为它是跟美国军方合作的 它可以调用军事卫星去看 这架军舰的方向跟目的地 是不是真的到台湾 结果影像一时之间发生问题 找不到这架军舰 跑不到哪里 消失了 消失了 结果它怎么样 它可以调动 从冲绳岛 调动无人机去监设 监测它 马上回传画面 而且知道这架军舰 是由武装 全武武装往台湾的方向跑 接下来它就会从 路径判断之后 它可以调动 因为它确认这个方向之后 而且无人机已经开始监控了 它可以选择提供美国军方 不同的决策模式 是说你始终从美国海军机 调逮捕食物 或者是直接跨越 一个是15个小时 一个是1.5个小时 当然它有很多风险 最后它选择是派一艘 美国民用的船舰 去现场监控 你看它从台湾东部海域 到了台湾 当时它发现 这艘军舰已经往北开 不会往台湾了 所以危机就解除了 可是从这件事情看出 其实资讯战已经 无时无刻 无时无地正在打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 就是在俄乌战争里面 当美国开了绿灯 北约开了绿灯以后 现在乌克兰我觉得 它真的拿到了北约的武器 美国的武器以后 如虎添翼 现在大家都没有想到 俄罗斯最好的武器 最好的飞机 苏凯57 竟然就在基地里面 被炸掉了 被炸掉很怪 第一个你苏凯57 是整个俄罗斯 最重要的武器 你应该保护得非常好 你应该是你的最高机密 你为什么会被知道 还有一个无人机 你怎么会飞行600公里 然后在你不知不觉的状况下 就把这个俄罗斯 最珍贵的飞机给炸了 这个地方在俄罗斯的南部 距离乌东的战线有多么的远 有589公里 然后呢 停在这里 竟然 乌克兰无人机25架 飞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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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过了589公里 然后就把他给炸了 就把他给炸了 然后呢 这个俄罗斯还说 没有没有没有 他只是轻微受损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6月7号 6月7号 苏凯57停在这里 方方正正的 旁边都是干干净净的地面 6月8号就被炸了 被炸了之后 你会看到这个地方都是火炮攻击 甚至呢 他的涂装上面也有受损 这是一架第五代战机啊 不是 这个我觉得太可怕了 这个照理讲 你现在这个苏凯57 应该是你的绝密资料 你居然刚刚讲的 美国居然告诉你说 我不代替你炸了 我还给你公租于世 你说你否认你被炸掉 我还把照片清楚的呈现出来 对 他们这个到目前为止 第五代战斗机 苏凯57 总共弄了半天 才30架 你30架 你就比我炸了一架 而且呢 炸这一架竟然 这个是对岸的网友 就说天哪 苏凯57不是被爱国者击落 而是无人机摧毁 为什么差异那么大 一架无人机几万块 然后呢 他竟然就摧毁了一个苏凯57 那苏凯57 他现在的一个 造价多少钱呢 大概是4500万的美金 大概18亿的一个台币 竟然就被他给打掉 那现在来说的话 虽然他不是直接命中 他的这些机身 可是呢 这个第五代战斗机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非常尴尬的是 现在全球的第五代战机 有F-22 有F-35 有苏凯57 有歼20 现在F-22 F-35 歼20都没有战损的纪录 你苏凯57 你都还没有打 你还停在地面上 就被干掉了 对 这就是最尴尬的地方 F-22 F-35 都是美国的 他们到目前为止的话 第五代战斗机 都是超视距 我不用面对到你 我永远就可以进行攻击 但是苏凯57 既然还没有升空 就被击落 而且 现在不是只有攻击 苏凯57 现在等于说周边沿岸 250公里的地方 因为之前 对乌克兰有一个非常痛苦的地方是 有一个要求是 你所有的武器 不可以打到俄罗斯的境内 所以俄罗斯就在他的境内里面 打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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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断地补济 如果不能把你后援给切断的话 他不断地物资源源地进来 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现在 乌克兰也不演了 乌克兰也不客气了 现在就针对俄罗斯境内 你现在的后援组织 你现在的将杀刀 你重要的设施 甚至你的苏凯 你的SAM-300 SAM-400 我跟你一一的摧毁掉 现在来讲 就是把捆荣锁给打开了 过去来讲的话 俄罗斯 他不会被境内被受到攻击 所以我从境内 增援 我从境内去攻击你 但乌克兰现在来讲 没有这个捆荣锁了 乌干斯克这个地方呢 直接陆军的战术基地 直接被打掉 被打掉的东西 是用什么呢 ATA CMS 陆军的战术导弹 可以说是看哪里 打哪里 对他们来讲的话 完全没有难度 直接碰碰碰 就把你给炸掉 而且这个地方 你也没有机会还击 可怕是他的陆军 空军 海军都受到打击 对 除了这些地方之外呢 其实在黑海地区 在过去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的无人舰艇 非常的厉害 就算俄罗斯在海上面 弄了这些防锁量 但是呢 他可以绕过去 直接去打击你 所以现在当这个 恐龙所打开之后呢 俄罗斯这个仗 是越来越难打 政治观点 独家内幕 国际趋势 财经焦点 重案解密 火线搜集 全方位 报内幕 话题 不涉陷 我是张道合 周一到中 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 决战关键 单眼来上线